欢迎回来每年三月 什么是南韩的抗日独立日 这是1919年 3月1号那天 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的时候 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最后遭到镇压 虽然那次示威以事半告终 但是留下了自主独立的精神 现在每一年3月1日 南韩总统一定会发表谈话 那么今年影席月的演说 时间长度只有五分半 跟以前不一样 他传达的讯息都侧重在独立精神 同时以及韩国现在要和日本 以及美国一起合作的重要性 跟以前的讯息意涵不太一样 在这里面完全没有要求 日本道歉的强义措辞 并且影席月称 日本已经从军事侵略者 成为合作伙伴 这个声明说了以后 日本政府也回应 那么强调南韩是重要邻国 高举太极其喊出万岁 回顾当年抗日爱国的精神 南韩三一独立运动 104周年 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了纪念活动 首尔西大门行务所 历史博物馆前聚集大批人仇 西家带卷前来响应 红乌生从白天延续到夜晚 相关线下活动 因为疫情停办四年 今年重启特别盛大 南韩国家暴勋处 还特别借成军管大学 人工智慧技术 首次将15名独立运动家的 黑白照片着色处理 展示在首尔光化门 提醒国民勿忘历史 从统尹西岳首次登上 三一纪念仪式发表演说 短短五分半钟 驻周围绕继承独立的精神 创造自由和平及繁荣的未来 至于提及日本的部分 则彰显一贯的亲日作风 将日本定义为合作伙伴 可能已经进入最终阶段 尹西岳才会有所保留 在野最大共同民主党炮轰 尹西岳在改善韩日关系的美名之下 以屈辱外交向日本摇尾起连 而听在当年被日本征召 强迫劳动的受害者家属 而里也难以接受 真用公安受害者家属走上街头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不接受尹西岳政府与日本的和谈 也就是在日本企业 为直接参与的情况之下 让基金会以第三方赔偿 南韩外交部长在今年三一节前夕 特别取消出访行程 与真用公安受害者家属团 首次面对面 除了再次说明解决方案 也承诺问题不会再继续拖下去 除了真用公安 还有未安抚问题 殖民历史争端多年悬而未解 以往三一节 南韩总统都会发表 措辞强硬的谈话 要求日本道歉 今年尹西岳政府 有意淡化反日情绪 各界看法不一 也在南韩引发争议 PBS新闻综合报道 PBS新闻络合报道